早上好 虽然在这个主日 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 一起的来同心来敬拜神 但是我们都可以在家里 一起的透过线上 来一起的来敬拜 以及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能够透过线上 一起来敬拜 这是感谢神给我们 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 最近新冠病毒与经济困难 我们却是需要主的平安 所以在这里 我向弟兄姐妹问候 愿主的平安 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今天早上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 就是讲到真正的平安 有主的同在 平安是我们熟悉的字眼 时常我们挂在嘴边 彼此见面的时候 也常会向对方祝福平安 我们也会引用圣经中的平安的境界 我们也会讲平安的道 但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吗 无论当我们听到什么坏消息 我们心里还能够保持平安吗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比现今这个时代 更需要平安 我们天天接触到都是负面的消息 每天打开电视 手机或爆章新闻 都是令人触目心惊 心里消沉的信息 凶杀案 恐怖活动 防政府示威 经济危机 失误污染 抢决 强暴 失业 气候仿常 带来的旱灾 洪水 饥荒 暴风雪 火灾 龙减风 地震 海消 火伤爆发等毁灭性的灾害 都不断在世界各个角落 不断地发生 在2019年尾 至今年2020年 刚要进入华人新村的时候 中国武汉肺炎 我们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全球扩散 在大年初一 中国政府封城 禁止 武汉人民 出城 然而之前 已有大部分的人民 已经出城 回家乡 过新年 或出国旅游 一时之间 那天呢 许多国家呢 因作人与人的受感染 许多国家就相继的受到这个感染 从这一天开始 各地的报纸 电视新闻 天天都大幅的报道 直到今天 每天 每天各国都报道 当天有多少人 确诊 死亡病 多少人死亡 于是各国的人民呢 各个成为精工之鸟 有个时候呢 争先恐后 购买断货的口罩 即洗手业 礼电 旅游业 航空业 金融业 大小企业 各行各业 都进入萧条 为各国的经济 带来极大的冲击 我国也 适施行管理 防止 冠病蔓延 经紧住在在各地 没有需要 就鼓励 人留在家里 导致一时之间 整个城市 街道都安静 起来了 这些在六七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 都是无从想象的 但今天我们不能不感叹 以往安定 选当 平静的日子 以一气不复防 我们比从 以前任何一个时刻 更体会到 这秒钟所拥有的 下秒钟 会突然化为乌涌 一点的意告也没有 我们无从把握 地球某一个角落 发生的事情 都会冲击到 地球村的其他地方 总之 世界问题太多太多了 叫人 述所无次 它就像个表面 官仙 但是里面 却是一个 腐烂的 这个苹果 那么我们大家 对平安的定义是什么呢 随心所欲 万事如意 做什么都 亨通顺利 我们拥有得到了 所要的 就是平安 有了婚姻美满 执女校训听话 事业有成 医生检验报告 身体健康 就是平安 没错 当这依赖外在 而有的平安 都是非常脆弱 而且短胀 而且西角的 虚实会因一个事故 一个士气 一个医药报告说 你患上某一种疾病的时候 平安就没有了 因此我们世俗的事物 真是给不了 我们真正的平安和保障 那么圣经说呢 神 祂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 因祂是赐平安的神 罗马书第四五章 第三十三节说 愿赐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 众人同在 Amen 神的本性是平安 有祂同在 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 面对一切 美国著名的画家 Thomas Kinkadi 金凯特 上场于田园的风景画 祂的作品呢 充满私意温馨 很能满足人们内心对平静 安详 生活的渴望 祂不单是很会画画 祂也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祂成名之后呢 将他的自己的画呢 商业画 他大规模的复制 这些画在这个仓纪 纪念品 文纪 日历 贺卡 丸纪 以及拼图 那据说在他高峰池的时候 他的营业歌呢 每年呢 大概可以收到 超过一亿的美元 那既统计了 美国也有二十个家庭 就与一个收藏他的画 他说要借助他所创造的画 带给每一个人 平安和喜乐 但是辞职到 在他五十四岁的时候 他却时宜 服用过量的 抗优异的药物 以及他长期的细酒 那听说呢 他个性也非常的暴躁 也常常与人带来冲突 也实际上 虽然他画了很多平安的画 但他世纪本身 却没有那一个平安 那听说他在死了 他死后 他的妻子还有一个情妇 跟他一起打官司 要争这个家场 所以看来他明立双手 他却没有给这个画家 带来平安 成千上万的人 从他的画中 得到所谓的平安 也不过是假象而已 人没有平安 因不知行求真神 所以就开始往度平 宗教 或者行求心理的滞留 治疗 行求肉体的满足 平安是我们里面 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到 真正的平安 当我们爱神 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 以神同在 便有平安 有神 我们就不至于常常忌怕 我们知道神的佛吃 佛马 天使 四周围绕着我们 没有神就怕 更别说大事会怕 小事也会怕 没事也会怕 因此怕的时候 我们问问自己 我是否已经 慢慢远离神了 我跟神疏远了 我已经失去祂的同在了 因此在苦难的时候 对神失去了 那一个的信心 我们感谢神 祂知道我们的软弱 因此在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 祂告诉我们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主已经将平安留给我们 平安是属于我们的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应该有平安 主留下的平安 不在乎外面有无风浪 主私下的平安 是与世人不同的 我相信我们脑海会浮起 主在风浪的船中 安然睡觉的那一幕 耶稣带着祂的门徒 上船 过海 要渡到海的另外一边 本来天是很晴朗 不料 在海中间的时候 海上忽然起了暴风 既然冲进船里面 船快要沉了 身为有经验的遗夫 他们最怕的就是风浪 水打进船中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 这些遗夫的门徒们 都每一个都吓得面无人事 他们拼命摇炉抵挡 无奈风浪太大 然而这时候 耶稣却在船尾安然睡觉 所以门徒们就开始 邀请耶稣 父子啊 我们伤命了 你不顾吗 若不是门徒叫醒 耶稣仍然照旧睡觉 耶稣起来的时候 祂就对着风和浪 这次这风和浪 风和浪就仔细了 门徒才开始安心下来了 耶稣就对门徒说 你们没有信心吗 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 门徒非常的惧怕 而且也很惊讶 这人是谁竟然连风和浪都听从他了 这一段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耶稣呢 有没有风浪都没有分别 这里问一下 这是我们的平安吗 不错 这就是主留下的平安 不在乎外面是否有风浪 而是有他这位掌管风浪的主 在我们人生的船上的时候 风浪就进不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在风浪中仍然能够安稳 就如一首的诗歌说 有主在船中 我们仍然能够微笑 有主在船中 我们就能趁风破浪 从此处于人生的低潮 被人误解 轻看 弃绝 打击 失业 平安仍不会消失 我们不会因环境的变化 而示弃平安 就如海面波浪汹涌时 海底依然临近 毫不影响 这平安太宝贵了 世界买不到 也找不到 切实的许多事情 我们优利不来 坦白说 许多是我们优利不来的 死亡不会因优利 而不会来到 身材矮小的 也不会因为优利而变高 耶稣说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第二十五节 他说 你们哪一个能用施力 使受数多加一可呢 神在基督里像我们所定的旨意 是常常喜乐 不足祷告 防止血恩 可能我们大家都习惯了优利吧 优利成自然 也就不会去抗击他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然而圣经界告诉我们 优利是罪 因为是从不信产生的 在罗马书第十十章 第二十三节 他说 防不出于信心的都市罪 我们优利就是表示 不相信神 不信他爱我们 照顾我们 帮助我们 马丁路德 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 他遇到措置 就意志消沉 终日把自己 关在书房里 他的妻子凯特林 有一天为了 要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的妻子就穿了 一身黑色的校服 出现在他的面前 马丁路德看到的时候 就问他说 是谁死了 穿成这样 他回答 神死了 神怎么样会死了 因为你的祖上 使我确信 上帝已经死了 所以优利 换一颗词 就是无神 我们优利 等于是告诉自己 和所有的人 神死了 神不存在了 或者 他不是那位伟大的神 连我们的难处 他也没有办法帮助 若我们相信 神是活的 是创造主 是大有智慧 和能力的神 我们为何 要愁眉苦脸 随头上欺呢 有一次麻雀 问另一次麻雀 他说 怎么我见到的人 总是那么的优利 另外一次麻雀就回答说 想必定是他们 没有意味像照顾我们那样的天父吧 这是否很讽刺 我们是上帝 造作他高贵的形象而造 我们的生命比麻雀更贵重呢 如果今天麻雀这样问你 你会怎么样回答呢 我们是否常常懊悔 过去常浪费了许多的知识 和精力去优利 我们常优利 自己有的怕士气 也会没有的优利 那结果发现 所优利的事 九成都不会发生 切实的 优利没有用 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制造更多的问题 可以说呢 优利是自行烦恼的 有没有看过一个墓碑上写作 他是实以优利的 有没有 相信我们没有看过 有没有一个墓碑上写作 这个人是实以优利的 然而对无数的人来说 这是事实了 因为医学上说 许多人得疾病 是因自己的优利造成的 我们应当把优利 转成祷告 常要对自己说 优利是罪 我要抵挡 我有神 我依靠祂 我并不优利 Amen 我信大伤可以挪移 小伤可以圈移 祂的慈爱 并不离开我 平安的月也不圈移 这是留住平安 不让魔鬼偷窃的一个超念 教导我们说 必须学习 拒绝一些优利的思想 若因思想使我们失去平静 忙乱 紧张 混乱 我们要有警戒 要停下来 不要让自己想下去 否则想 想到迷失 就表示我们在体贴肉体了 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 平安 你说 很难了 我试过了 优利思想停不下来了 那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 要把优利转成祷告 他说 应当一无挂力 只要防止去做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样优利就会离开 然后便会经历到 神所吃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那这是记载在 《菲利比书》第四章 第六到第七节 神所吃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这个字的 原文的意思是 祝经所谓 主用祂的平安 复卫我们的思想 免受各样不幸的侵害 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 虽然我们常不知道 祂怎么样做 但是我们绝对 祂是信誓的神 所以防止我们不怕 敌人的惊吓 主留下平安给我们 撒旦会用许多方法 偷弃 忧虑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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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 来欺骗我们 魔鬼喜欢 恐吓我们 要我们怕 怕东 怕西 没有的时候 怕得不到 得到了之后 又怕保不住 终日提心 吊胆的做人 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说 防止不怕地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保罗的意思是说 仇地害不了我们 祂是梅牙的狮子 只能向我们恐叫 若是我们不怕 不被吓倒 祂就必吃难而退了 我们最终必得胜 平安就是我们最好的民政 证明平安的王 耶稣与我们同在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让我们不只是 听听一些平安的道 而是求主 给我们一个依靠的心 从今天开始 我们做一个平安的人 不要天天忧愁 一件事就急动焦急 听人一句话 就有很大的防疫 就失去了平静 不要只做个基督徒 参与许多服事和活动 但里面却没有平安 这不是很矛盾吗 我们要对主说 主啊 我不能这样的下气 平静安稳在基督里 是一个平安与神同在的名证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同行祷告 主啊 我们今天听了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认识到主 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 当我们让这位平安的王 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一切外面的事情 就不能够来干扰我们的生命 虽然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软弱 我们常常回味着世上的一些事情 甚至人的一切的话语 或者一个报告 主啊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平安 主啊 魔鬼也常常透过这些的恐吓 来恐吓我们 主啊 让我们今天我们认识到 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同仁 我们是你用你宝血所树买的儿女 我们是你宝贵的儿女 我们有你住宝贵的 宝贵的耶稣平安的王 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主啊 让我们不只是在认识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经历到耶稣真正 你的平安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让我们超念 在生命的当中 不论遇到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正说 耶稣 你就是我们的平安 我们依靠你 我们不奇怕 主啊 我们祷告 让我们弟兄姐妹 说我们每一天 我们过着一个更美好 信心的生活 来认识到耶稣基督 你就是我们真正的平安 因为以满里的主 与我们同在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都能够 在每一时每一刻 都活在主耶稣基督的 真正的平安里面 愿神祝福每一位 我们这样感恩 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 你荣耀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观看